請請請 主委我請問你舒嘉全 他的太太所蓋的這個龍舍 你的看法到底是政治問題還是法律問題 農委會處理的是華麗問題 蘇嘉全現在是民進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在政治上目前正在從事這個競選 非常的敏感的一些政治性的這種連動 勢必會產生這個政治效應 如果說農委會真的只是處理法律問題的話 我請問你你的主祕怎麼會跑到國民黨的黨團去做政治性的這個攻擊 他去被邀請去然後就所謂的這個問題他提出來說明他沒有做任何的攻擊 沒有做任何什麼 沒有他沒有做任何的攻擊 你剛剛還在說是不是農民是縣政府認定啊 對 那你的主祕跑到國民黨黨團去啊 正式宣布說紅橫豬不是農民啊 他說他是公務人員 他不是農民啊 他說他是公務人員 這個標準的就是一種政治的一種攻擊 標準的就是做政治的打手 如果你真的是 啊 只是處理法律問題的話 那很簡單 我請問你 你們這個主祕 願不願意也到民進黨黨團來做一些說明 可以 沒有問題啊 可以 如果說你的公務員都能夠平等的 公平的 那麼在國會這邊參與 執政黨 跟在野黨黨團的一些活動的話 那我可以認定你 是堅守你的行政的立場 如果 像現在的這個情況 不斷的持續啊 都只願意到國民黨黨團去做一些政治性攻擊的 啊 這種言論 不願意到民進黨黨團來做說明啊 那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你的這個政治涉入 就太清楚 太明顯 我們從頭到尾都在說明 我在請問你 法令的規定 我在請問你啊 現在蘇嘉全啊 他太太 名下啊 所蓋的這個農舍 法律上有什麼問題 這個要屏東縣政府來認定 屏東縣政府啊 的認定 是最後的認定嗎 他是這個 所謂的啊 我們 這個 辦法 他的這個啊 縣市的主管機關 所以他的認定之後呢 蛤 他認定之後呢 他認定 他要 我們有公文 請他說明 那他就要把認定 來 跟我們農委會 公文 來回覆 要充分尊重 法定的主管機關啊 這個是當然 如果說 縣政府是一個法定的一個主管機關 認定 整個這個農舍的這個興建 沒有違法的這個問題 包括你昨天 啊 所說的 這個農地有沒有農用 也經過會堪 都沒有問題 你如果還要去再繼續做炒作的話 那就很清楚了 那就很清楚了 就是一種政治攻擊 報告委員我沒有去說 任何他農地 現在 農業使用 現在 我只是說 他的 蓋了農舍以後剩下百分之九十 要做農業使用 而且 我們希望 縣政府就這一點 加以查清 回復本會 我沒有加以任何的判斷 因為我沒有到現場 我也沒有 我也不是這個去拍照的人 我也不是去看的人 我沒有辦法去做判斷 我只能夠請他們去 針對蘇家權現在大家你們在炒作的這個案子啊 你說的很清楚啊 你說的很清楚啊 地沒有農用就不叫農舍啊 你這個是一個法律解釋嗎 這個是 你這個是一個通案的一個說明嗎 你這個是針對蘇家權的案子在說啊 報告委員 農地農用就是農業發展條例的規定 那為什麼叫做農舍 縣政府都已經說得很清楚 為什麼叫做農舍 這個農地 他就是因為要從事農業 沒有錯嘛 這個農地 他假如地沒有做農業使用 那他住在那裡 那你講這個是多講的嘛 所以就是法令上面的意思就是這樣 農委會的主委 不應該在整個這個個案上 去做這種誤導啊 我沒有針對 你這個就是一種政治攻擊 我沒有針對任何 你搞不清楚耶 你的這句話會讓人家 啊 這個炒作成為怎麼樣 說農委會主委認定 蘇家權的那一塊農地沒有農用耶 我沒有這樣認定 我從來沒有這樣講話 那我問你 那塊地有沒有農用 這個縣政府到現在沒有正式答覆 縣政府已經對外公開說得很清楚 報告委員 已經公開說得很清楚啦 報紙來辦事 公開說得很清楚啦 那塊地的農用沒有問題啊 那塊地的農用沒有問題啊 費體的報導來做行政依據 不要這樣子去炒作 我沒有炒作 我再請問你哈 現在哈這個 社會大眾也非常關心啊 農民的定義是什麼 公務人員能不能成為 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所說的農民啊 農民的定義、農業發展條例規定很清楚 是指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自然人 那什麼叫做直接從事農業生產自然人 他自己要去從事這個農業生產 他生產農林、漁物都是 你知道要參加全民健保 農民要參加全民健保 一年要從事農業活動要幾天嗎? 你知道嗎? 九十天 幾天? 九十天 九十七 你知道我們現在週休二日的情況下 一年大概可以休幾天嗎? 應該是一百多一點吧 所以啊 連最嚴格的參加 農民參加全民健保 認定都這麼寬鬆 九十七就可以了 九十七就可以了 更何況我們現在農地都已經開放 非製耕農 這一般的自然人 任何人都可以取得 所以農業發展條例裡面很清楚的這個農民的定義啊 我再請問你 農民的定義到底 直接從事農業之自然人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要去從事農業生產 那農業生產 一天可以嗎? 蛤? 一天可以嗎? 他 一天 兩天 幾天 他 縣政府要根據申請人 申請當時的狀況 好 有沒有法律規定 要工作幾天 直接從事農業幾天 才叫做 這個農發條例裡面的農民 有沒有 這邊 我們是授權給縣政府去認 有沒有法律或是你們的行政命令規定 沒有那麼細 沒有啦 沒有啦 所以 公務員 也能不能也同時成為 農業發展條例裡面的第三條所規定的農民 那就要看他 有沒有直接從事農業嘛 對不對 也沒有直接從事農業 要回歸到 縣政府來做認定嘛 對不對 所以縣政府認定 他有直接從事農業的話 公務員也可以同時成為農發條例裡面的農民 對不對 他可以成為直接從事農業生產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那你的主命怎麼會說公務員不可以是農民呢 他說公務人員 主命在不在 他不在 那你的主命怎麼可以對外說公務員不可以是農民呢 主委你剛剛的講法是公務員也可以是農民啊 那你的主命怎麼可以到國民黨黨團去說公務員不可以是農民呢 然後搬出一個什麼叫堅持 你知道什麼叫堅持嗎 你知道什麼叫堅持嗎 法律上的堅持叫什麼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知不知道 主委 什麼叫堅持 堅持這個要再去查一下 這個 你連堅持什麼都不知道 你就說公務員不可以不可以堅持所以他不可以是農民 我們講得很清楚 你什麼叫堅持你知道嗎 我們講得很清楚 他 是 要從事農業直接生產 我們講得很清楚 那他是不是 主委你不要回避我的問題嘛 公務員 公務員不得堅持這個所謂的堅持是什麼能不能告訴我們 這個應該要請教前夕部相關的 我公務員利用休假時候去直接從事農業算不算堅持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 他說 主委請你眼睛看著我好不好 其他公職後業務 他是公務員的服務法 是嗎 所以很清楚的就是你不可以接受一份 有 這個受固的 啊 這個薪水啦 跟你講這樣比較快 公職後業務 啊 不得堅任 其他公職 我們直接面對問題啦 主委 業務 主委直接面對問題 公務員能不能利用他休假的時候 去直接從事農業生產活動 可以 那這個叫不叫兼職 這個公務人員 可以的話就不叫兼職 他不是我解釋的 他不是我解釋的 所以 我說他可以去從事農業生產 那很清楚啦 那你的主命就不應該對外去做這種錯誤的 故意做政治引導的這種談話嗎 你要不要處分他 他說 不得堅持 他是依照公務員服務 他說得很清楚喔 公務員 不得 不 不可以 也是農民 很清楚啊 他講得很清楚啊 他 那這種失言 這種不對的錯誤的故意的政治性的一個解讀 你身為主委 你不應該要處罰他 應不應該要處分他 至少要制止他繼續做這種錯誤的不對的政治性的這個談話嘛 我們講得很清楚 這個 公務員 他就是 公務員 他要申請 蓋農社 他就要縣政府 依當時他的情況 去認定 你剛剛已經說得很清楚啦 我講得非常清楚 我也聽得很清楚啦 全場 還有透過 如果有機會透過 轉播的話 全國民都聽得很清楚 公務員是可以直接從事 農挖條例裡面 第三條所規定的 直接從事農 農業 這個自然人 那要經過縣政府的認定 縣政府認定 OK的話 他就是 合法的農民 就可以依此 來做 這個 依法 來興建農社的這個申請人 就這麼簡單嘛 那你還在炒作什麼呢 我們沒有炒作 你沒有炒作 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從頭到尾 去查明 他是不是 農民 遺憾 遺憾 我們只能說遺憾 做農業使用 我們從頭到尾 只能說遺憾 你在這邊 等於是 這個在立法院這邊正式 還給蘇家權一個公道啦 問題是啊 你的政治攻擊 已經對他造成 不可恢復的 傷害 不可恢復的傷害 個案 本來啊 民進黨黨團是要 背隔這一次的這個 預算的這個進行 那後來我們考慮 還是應該要回歸到 這個正常的制度來 擬清這個問題 現在主委講得這麼清楚啦 希望 主委 轄下所有公務人員 不要再做政治的幫兇 好不好 好 我們依法論法 沒有做任何個案的評論